要说闹心 交流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的杨绍飞 比王大妈可闹心多了 他们家里有一棵桂花树 据说是他们家的宝贝 结果莫名其妙地就被人给砍了 他电机还是邀请我 那就不清楚 就把他搞断了 杨绍飞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 他家门前有棵桂花树 但被人无缘无故砍了 打电话给我说 你那棵宝贝给人家砍了 我就回来了 杨绍飞说 这棵树对于他们杨家来说 亦以非凡 就被留下来了 对我们家族来说 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说家族好不好 就也是看这棵树的 以前三代都是 都是独苗的 我爸爸我爷爷 我爷爷的爷爷都是独苗的 当年杨家代代单传 杨绍飞的爷爷 为了让家族人丁兴旺 惊人指点 才在家门口种了这棵桂花树 说来也巧 他爷爷种下这棵桂花树之后 家里果然天丁进口了 杨绍飞他们弟兄五个 这弟兄五个又育有13个子女 对于我们来说 情感是比较大的吧 因为我从小 懂事的时候 我就经常爬这棵树 这是杨家的福树 更是全村的宝树 上渡村就这么一棵桂花树 到了开花的时候 全村都闻得到桂花香 这棵桂花树在村里这么受欢迎 那动手砍树的到底是谁呢 杨绍飞打听到砍树的人 叫李辉生 杨绍飞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 肯定不是本村人 一个外村人 为什么要砍自家的桂花树呢 杨家兄弟决定 直接找李辉生理论 李辉生是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 当时他们参与的一个工程改造项目里 需要建树电线路 这条线路刚好得从杨绍飞家经过 杨家门前这棵树就碍事了 他们的村就比较闲 树木也比较多 设计砍的树也比较多 那一路也砍了 那个主林那里 李辉生回忆 自己当时也很犹豫 要不要砍树 看到这棵桂花树旁边有个老房子 就想这一定是棵有主人的树 但是老房子没人住 他便拦下了附近一个村民问 李辉生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随口一问就遇到了主人 他赶紧招呼工友 把这棵树砍倒 别看这桂花树没多粗 可是砍树的时候可费劲呢 六个人能留来砍嘛 砍不动嘛 就拿刀来砍 拿锯来锯 锯了很久才锯得断 这个树砍完这个树 整工砍这个起码来 差不多要一个小时才砍得完 就在施工队马上大功告成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出现 说自己是树的主人 看上去情绪非常激动 李辉生很意外 一棵树怎么会有两个主人 他说你们知道这棵是什么树吗 我说我不懂 他这个树是风水树 这样讲 这个人正是杨绍飞的三哥 杨信森 家在老房子不远处 那天清醒有九哥 那个下午回来 我都睡觉了 我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等杨绍飞三哥醒来 跑到屋外 眼前的一幕让他吃惊不已 他赶紧打电话让几个兄弟回来 想要一起为这棵被砍的桂花树 讨个说法 杨家兄弟当然不能同意 一纸苏壮把李辉生他们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三十万元 精神抚慰金两万元 我们就觉得好像那是在敲诈一样的 想到自己也有种下来了 是不是 种下来你一下子感情伤了 一下子不见了 肯定很伤心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道理了 刘秀丽是这个官司的主审法官 他去了现场 根据相关法律 刘法官认为 桂花树所在空地属于杨绍飞爷爷 桂花树应当属于他的继承人 杨家有权主张赔偿 可是这棵树真的值三十多万吗 你对方许有人讲吗 因为我说农意 我们打的狗 这个桂花树被砍伐了之后 它这个树轮并不是很清晰 有一些交错 我们没办法认定 说根据这个树轮来确认 它到底有没有一百年 刘法官委托评估公司裁定价值 可是当地的公司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最后他又找了当地园林所的职工 根据他们的工作经验就认为 这一棵树如果说不包括移植成本 单单就买这一棵树而言 需要花费的资金大概是两到三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酌情认定这棵树价值四万元 经过将近一年的审理 法院判决砍树的公司 赔偿给杨家兄弟四万元 双方都接受了这个结果 杨家兄弟拿到了四万元的赔偿 可这棵桂花树再也回不来了 刀劈伏砍在家电锯 看起来不太粗的一棵树 五六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把它给放倒了 这么一回忆还真的是挺遗憾的 施工的没问清楚 他们就想赶快把活干了 赶快回家 被砍这一下也没什么标记 他们觉得说到家门口还能被砍了 可您看意外就发生在 咱们觉得万无一失的时候